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观赏我的视频 和阿里伯伯一起来练武功,学习StudyWorks 3D绘统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个弓箭要稍微复杂一点 主要是尺寸,我们要看清楚 因为凭着这张草图,我们就要将它整个图形要画出来 所以每一个尺寸,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这个图是非常非常的古老 不过它有标的尺寸都有标出来 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底座这部分 它一边是200mm,一边是213mm 然后它中间有一个切口 半弧形的切口 这边是38mm,然后这边另外一边是102mm 然后中间它两个R角是R45,R46 它的厚度呢,是25mm,这个是底座这个部分 注意到中间有四个孔洞,是19mm 它这边有写标志,19mm,四个孔洞 那这个间隔是38mm,那距离是152mm 一边边的距离是19mm,然后这个 这个前沿的部分是32mm,然后这边有标一个19mm 也就是说它的距离是有清土 再来呢,就是这两个上面这两个交叉垂直的一个圆柱体 一个是114mm,一个是51mm 它是从这边线切起进去 然后距离是102mm,中心跟底座的距离是102mm 注意到它这个外径是70mm,但是内径有公差 有公差的尺寸,所以是重点尺寸 是38.02mm到38.10mm 这个尺寸是重点尺寸,所以要标出来 然后中间,它中间部分是一个热条 热条高度是76mm,厚度是19mm 热条厚度是19mm 我们看旁边,后面这个 注意到它的热条 它是从外围,外延,一直到外延 这个部分全部有长出来 然后这个下面热条的部分是切起这个变线 整个尺寸 要特别注意 如果没有注意的话,就会画错 好,我们将这个尺寸把它隐藏起来 看一下 这个就是 我们之前画出来的,它原来的尺寸 就是这样,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最后面都是3mm的一个导角 导圆角,这样子 好,我们将这个尺寸 一样,将 它一长起来 然后我们重新再 画一次给大家看 看这个尺寸是怎么弄出来的 好 一样,新的图形 单一零件 单一零件 确定 一样,我们从上基准面 开始画起 一样,我们先画一个 中心基形 这个尺寸 先把它 量测出来 一个是200mm 一个是213mm 这个尺寸确定 然后 从中边画一条直线 随便一条直线下来 然后绕一个圆 再绕一个圆 再绕一个圆 再绕到这边过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尺寸是怎么样标的 诶 对 还有 四个孔洞 我们看一下 这边先标一个孔洞 孔洞直线是49mm 然后 离旁边 好像还是49mm 离这边 是32mm 看一下尺寸 哦 对 32mm 这边 19mm 32mm 那 然后 那边 38mm 这边 152mm 200mm 的部分 OK 好 孔洞线的部分 先把它 直线护字排列 X轴 是38mm Y轴 152mm 选择 13mm 152mm 好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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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12mm 选择 那边 大邊的這個尺寸是102 小邊的是38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 他要求是102 這個點到這個點 是38 38mm 好 我們到這邊要兩個眼 看一下 給他一個尺寸 一個是64 一個是45 R64 上面呢 這個是 R45 這個圖 嗯 嗯 一樣香切 這邊有 已經有 香切了 大概是正面一個情形 然後 這一個 這一個 一樣香切 有 這一個 這一個 都香切了 大概是 大概是 這邊一個情形 中間 應該是這樣子 好 好 那 初步的這個結構已經出來了 我們先讓它長料 標準 伸展填料 給它深度是25mm 25mm 現在 部分是重 部分 好 第一步驟 已經出來了 再來 第二個步驟 我們要從 這一個面 開始畫 建立一個草圖 正式 那這邊 主要是 大眼 還有一個小眼 這兩個是同心念 然後 我們看一下 高度是102 中心距83 好 好 看一下 數位限尺寸 中心距離 中心距離 是 102 確定 那 那 這邊 是 發射3mm 按的 好 這個就是 它的部分 然後 我們還要畫一個 好 不用了 我們從 還有一個 智慧型尺寸 就是外面 外圍 外圍是70mm 70mm 內徑 它有特別要求 我們要看一下 它有 公差尺寸 38.02 38.1 標準尺寸 是38 在這邊 先 上下 極限公差 加 加 0.1 下面 是 加 0.02 OK 看一下 是不是 38.02 38.01 好 那 我們將這個尺寸 它要生長 填料 11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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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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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先尺寸,這邊70 這邊38 然後它這個尺寸一樣 上下極限公查,這邊加0.1 下面的部分 加0.02 然後我們高度 這邊的高度 是10.02 旁邊的距離 旁邊的距離 這邊是35 我們看一下是不是 對,35 這邊是83 OK 延伸距離是51mm 就是生長 填料 51 往裡面接 看一下 看一下 整個步驟大概就出來了 那 一樣齁 再來 從上面這個地方填料 看一下編輯速度 OK 重視圖 就是我們用這個 這個參考圖元 這個 參考圖元 然後 我們用便宜圖元 是19 19mm 我們不要練習 陪你這個 另外一邊 換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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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 這邊 看 看 這個 沒辦法 講到圖元 接下 我們從這裡畫一條直線好了 啦 OK 修剪圖元 修剪圖元 這個 不要 不要 好 我們再畫一條中心線 結合建構線 這個 拉出來 這邊 也要一樣 外條 可以從這邊 從這裡畫一條幾個建構線 然後 天語圖元 19mm 兩個 兩個方向 哦 比 這邊 哎呦 太多 19mm 兩方向 應該 9.5吧 920 89 對 這樣才對 好 這邊也是一樣 哦 便宜圖元 9.5 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要的部分 好 我們 好 可以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高度是 76 OK 高度 76mm 我們現在 哪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部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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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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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整個圖片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 再 這樣不必要的把它 除掉掉 我們從後面這邊開始 好 好 好 對 OK 整個圖片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 再這樣不必要的把它除掉掉 好 參考圖元 好 OK 特正 生產 除掉 完全貫穿好 好 另外一邊 這個地方 便去超圖 整個圖片 特正 生產除掉 給電深度 貫穿 好 好 整個圖形 大概就是 出來了 好 那我們 現在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 眼角 我們來看一下 眼角 全部都是 3mm 全部都是3mm 好 一樣 我們先 眼角 我們先做出來 眼角 我們先做 我們先做 正面的眼角 可以嗎 一邊 連外面都都 散走 不行 還是要 一步一步來 嚇 看看眼角 它外面 這個有 這個有眼角 1、2、3、4、5、6、7、8、 9、 4、3、5、6、7、8、 5、6、8、 然後,我們再做一次圓角 好, 你要再做一次,這邊沒有顯得 整個就做出來了 好,這邊還有 是沒有寫到 這邊都有寫到啦 這整個圖形就完成了 我們要看一下顏色 給它顏色一下 這樣就很漂亮了 如果要給它面的顏色的話 我們要選擇 這邊有面 加工面喔 光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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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這個 這個 OK 這個也沒有 不能弄到 OK 整個加工面喔 就是這樣子一個情形 那個 這邊也沒有弄到 沒關係 好 這樣子一個情形 我們看一下 最後還是一樣 我們要檢查一下尺寸 看一下 465 45 38 102 200 213 這個尺寸正確 好 然後 孔洞一樣 19 19 32 這邊是一個方針系列 38 正確 再來就是這個部分 102 38.1 38.02 一樣 70 正確 這邊也是一樣 35 70 公差尺寸都有出來 好 我們今天喔 我們今天尺寸齁 大概 示範操作 都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觀賞 OK 今天的會圖視頻已經結束 希望看完這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在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上 若有任何問題 歡迎來信 我懂的是 會盡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繪圖方式 也請你告知指教 正所謂 教學相場 看得越多 學得越多 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訂閱 點一下讚 幫我加油打氣 按一下右邊的小鈴鐺 有新的視頻 就會通知你喔 謝謝 請你 好 好 謝謝 感谢观看